1976年下线迄今已遇40岁 F-16凭什么还能够伸之矫健的霸展天空呢 很简单 它出生之时就是冲着未来而去的 在它身上至少有以下这4个设计特点远超那个时代 第一电船飞控和放在右侧的操纵杆 为了获得更好的机动性 F-16被故意设计为在达到超音速之前 拥有不稳定的空气动力学特性 这与之前制造过的每家飞机都不同 因此也造成了它控制方式的不同 在F-16身上操纵杆与飞机的运动部件之间 是没有机械连接的 它们之间插着一台电脑 电脑一边识别飞行员的操作 一边将翻译好加了料的信号 传递到控制部件来完成飞行控制 因此这种技术就被称为电船操纵 实际上飞机是由电脑和飞行员合作起来 一起控制的 电脑负责干累活 飞行员则负责耍帅 同时操纵杆也是第一次被放在了右手边 因为F-16是为高过载设计的 它允许飞机飞出9个G的过载 所以把操纵杆安装在驾驶舱的侧面 而不是中央 就是为了方便飞行员在被压来 无法抬起胳膊时 依然能够推得动部控制感 第二点 也跟F-16的高过载设计有关 它的弹射座椅不是通常的倾斜12度 而是向后倾斜了30度 使飞行员几乎不是坐着而是躺着在飞的 这样的知识对于高过载更加的友好 第三点 气泡式坐舱盖 F-16的座椅本来就非常高了 再配合这样的全方位无遮挡的坐舱盖 飞行员的视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在失去视野及失去战斗的近距离空中格斗中 战斗值拉满 第四点 多功能显示器 F-16是第一款配备玻璃坐舱 而非传统蒸汽仪表坐舱的军用飞机之一 飞行员可以根据特定的任务和个人喜好 来定制显示器 同时 多功能显示器还可以轻松的进行软件升级 帮助战损与时俱进 以至于在数十年以后的今天 依然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 到底是他启发了科幻还是科幻启发了他 F-14熊猫 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他 1981年的8月 两艘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 弗里斯特和尼米兹 开进了利比亚以北的地中海 那刚刚被利比亚领导人 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 宣布为其领海范围 但美国人不同意 于是就有了以上两艘航母的闯入 以及每天从航母上起降的舰载机 带来几具挑衅的空中巡逻了 哪一款舰载机呢 就是F-14熊猫了 一开始双方的战斗机 还只是隔空相望 秀秀肌肉而已 直到一架利比亚的苏尔 实在是绷不住了 就朝着两架F-14发射了导弹 这一发没有击中 但是却被当成 F-14实施震荡反击的最好理由了 实际上 这正是美国在此钓鱼的全部目的了 他们已经等了好久了 于是一枚AIM-9 小伟舟马上就从左边 腋下的这个位置被发射了出去 他先是直扑目标 接着来了一个90度的急转弯 准确地命中了苏二的尾部 一瞬间浓烟冒起 飞机开始翻滚 飞行员也被迫弹射逃生了 就这样美国海军最新一代的舰载机 取得了他战斗生涯中的第一次空对空胜利 但其实F-14 它根本就不是为了打飞机而存在的 它的单身 尤其只有一个目的 猎杀苏联的轰炸机 而这个目的既成就了熊猫 也毁灭了熊猫 那么一切都开始于1960年代了 那会儿苏联人正在开发一系列 可以从舰船潜艇和飞机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 这些导弹飞行速度很快 而且是在低空飞行 就使得他们成为了瞄准美国海军航母的理想选择了 只要数量足够多 他们就可以压倒当时最先进的防空系统 成为美国航母的噩梦了 而美国海军自己呢 还没有任何一款能够在上足够多火力 飞足够远 在苏联的导弹和飞机离航母群太近之前 去拦截和摧毁他们的飞机 于是海军迫切的就感到 一架能够从航母起飞 完成以上任务的新的飞机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为什么说是新的飞机呢 因为其实空军有一架现成的 似乎是能够满足需求的 F111 远程重型多用途战斗机 带着可变后略翼的它呢 可以飞出2.5马赫的最高速度 航程范围接近6000公里 能够带上14吨多的弹药 绝对啥啥都够了 但是唯一的问题 它太重了 根本就不可能在航母上飞起来和降下去嘛 开发商格鲁曼想要试着改一改 但却始终无法帮助它减肥成功 最终还是放弃了 干脆咱把它的几个特殊本领给继承过来 搬到一架全新设计的机身上算了 是的 这就是F14了 而继承过来的不仅有那对最明显 最有特征的可变后略役 还有那两台专门为大载核 与高速度设计的TF30发动机 和专位从190公里外 就能锁定和干掉目标的 AWG-9X波段脉冲多普勒雷达系统 和AIM-54凤凰远程空空导弹了 它们每一项都非常先进 甚至可以说原超级所在的时代 但是就好像是硬币有两面一样 好与坏是跟你要干什么有关的 下面我们就一边说它有多牛逼 一边说它有多糟糕了 首先是可变后略役 它可以在20到68度之间自由变化 从而让F14在低速和高速下 都能够获得最佳的飞行性能 不得不承认 当它完全后略变得像是一个箭头时 真的是摔爆了 而且它也有效到爆 由于此时的机翼面积 已经尽可能的缩小了 所以带来的阻力也变到了最小 高速性能得到极大的提升了 海军说我们要它飞到2.34马赫 格鲁曼的工程师说不 2.34太慢了 2.5怎么样呢 实际上要是F14能够一直服役到今天的话 连F22和F35都能被它甩出一大截呢 相比起其他固定的战斗机 它不仅有着更高的最高速度 还有着更好的燃油经济性 而当要从航母上起飞 或者降落到航母上时 机翼则又再次展开 扩大其表面积 以提供更大的胜利 这样即使把10个挂载点全部都挂满导弹 成为当时最重的舰载机 也能够轻松起降了 更厉害的地方是 格鲁曼的工程师下定了决心 要让这个能够变化的机翼实现完全自动化 他们为其安装了一个系统 让它能够从外部传感器收集空速数据 并对机翼的后略程度进行实时的调整 把飞行员的精力解放出来 专注到更为重要的任务当中 好嘛 先进到不行 对不对 但与之划上等号的就是 复杂 沉重 昂贵 和远超其他飞机的维护需求了 怎么个远超法呢 根据海军的估计 熊猫每在空中飞行一个小时 就需要另外30到60个小时的维护才行 如果说这样的高昂开销 在那个假想题苏联还存在的时候 是比必须的投入的话 那么在1991年之后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可变后略议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虽然其位置的调整是快速和自动的 但和熊猫一起训练的F15 F16的飞行员 很快就报告出 他们似乎发现了F14身上的一个重要的bug 那就是记忆位置的变化 有助于他们快速评估F14正在 以及即将要进行怎样的机动 这等于就是拳击赛场上 你提前向对手释放出出拳的信号一样 不是很容易就被对方给拿捏的死死的了吗 这个隐患不可谓不严重 好 虽然它厉害的可变后略议 再来说说它厉害的发动机 熊猫很重 还要飞得很快 那当然是要装上厉害的发动机了 因此单台最高推力达到了25100磅的普惠TF30 就毫无争议的被装了上去 它的确很强大 但是却过于强大了 强大到只剩下强大了 推重的它没问题 因此放在轰炸机上非常合适 但推灵活的它就有点喘不上气了 当遇上飞机在进行大引脚机动时 这在空战当中相当常见 它就很容易出现压器机的失速和喘震 结果导致飞机失去动力 它不是有两台发动机吗 失去一台至少还有另外一台吗 相信我 就连阿汤哥也宁愿希望两台一起丢掉的 为了提供更大的胜利和更多的武器运载空间 准确说是单枚就中约半吨的凤凰导弹 它把两台发动机隔着特别远来安放 这就意味着要是失去其中一台的动力 另外一台将把飞机推向无法恢复的平旋状态 几乎注定就是坠毁了 于是F-14才被称为 一架有两块垃圾驱动的漂亮飞机 TF-30的问题导致了40架F-14的损失 当然也导致了海军一直就要想把它给换掉 换成后来的通用电器F-110 但实际上一直到最后 由于预算的问题 还是有大约三分之二的熊猫 在还没有来得及做心脏手术之前 就被退役报废了 说到这儿呢 有个题外话 至少这个呢 能让美国人得到一些安慰 因为他们当初出口给伊朗的F-14上面装着的 还是原来这款不怎么靠谱的TF-30发动机了 所以在肠子都毁清了之后呢 他们一定非常希望伊朗的F-14发动机最好都挂掉算了 这也同样解释了为什么F-14的退役生涯如此悲惨了 几乎一架不剩全部都销毁掉了 那就是美国人很怕背剑被伊朗给搞了回去嘛 好 还是说回到飞机本身 既可变后略异和发动机之后 还有啥是既厉害又糟糕的呢 就是它了 AM-54凤凰空对空导弹 以及与职配套的AWG-9雷达系统 两者都很厉害 AG-9雷达可以在190公里以外识别和跟踪多达6个目标 当挂满6枚凤凰导弹时 F-14可以在38秒之内部署完所有武器 干掉6架不同方位的飞机 它在当时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空对空武器 但是它又不是一枚真正的能够打飞机的武器 而是一枚只能打少数飞机的武器了 长4米直径38厘米的凤凰导弹 虽然最大射程能够达到200公里 但其实只有前24公里是有动力的 剩下的路程靠的都是惯性了 于是这种打法只适合对付那些大型的 移动缓慢的由螺旋桨驱动的轰炸机了 你看目标指向就非常明确了 就是苏联的轰炸机 而对于速度更快更加灵活的战斗机 它几乎就啥作用都没了 覆盖如此长的距离 只会给敌方战斗机提供太多的机会 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已经被盯上了 并且采取足够有效的躲避行动 这是有实战案例的 1999年的1月份 两架F-14分别向两架伊拉克的米格-25 发射了一枚凤凰导弹 但均未命中 同年晚些时候 另一架F-14向一架米格-23也发射了凤凰 但再次失手 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一架F-14 用其携带的凤凰导弹 击落过任何的敌击 这难免就有些尴尬了 因为就像我们说 油猪是回耀着机炮造出来的飞机一样 F-14其实也是一架围绕着凤凰导弹造出来的飞机 但人家油猪的战绩 算了 啥也不说了 所以苏联解体也间接解体了F-14 它很快就成为了一架没有战场的飞机了 加上又超级的贵 贵到要是换成今天的美元来计算的话 就连F-35的价格都是真香的 那还有什么继续维持下去的理由呢 它的确是很优秀 但是它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了 到底是它启发了科幻 还是科幻启发了它 F-14熊猫 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它 1981年的8月 两艘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 弗里斯特和尼米兹 开进了利比亚以北的地中海 那刚刚被利比亚领导人 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宣布为其领海范围 但美国人不同意 于是就有了以上两艘航母的闯入 以及每天从航母上起降的舰载机 带来几具挑衅的空中巡逻了 哪一款舰载机呢 就是F-14熊猫了 一开始双方的战斗机 还只是隔空相望秀秀肌肉而已 直到一架利比亚的苏-22实在是绷不住了 就朝着两架F-14发射了导弹 这一发没有击中 但是却被当成F-14实施震荡反击的 实际上这正是美国再次钓鱼的全部目的了 他们已经等了好久了 于是一枚AIM-9 小伟舟马上就从左边腋下的这个位置被发射了出去 它先是直扑目标 接着来了一个90度的急转弯 准确地命中了苏-22的尾部 一瞬间浓烟冒起 飞机开始翻滚 飞行员也被迫弹射逃生了 就这样美国海军最新一代的舰载机 取得了它战斗生涯中的第一次空对空胜利 但其实F-14它根本就不是为了打飞机而存在的 它的单身尤其只有一个目的 猎杀苏联的轰炸机 而这个目的既成就了熊猫 也毁灭了熊猫 那么一切都开始于1960年代了 那会儿苏联人正在开发一系列 可以从舰船潜艇和飞机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 这些导弹飞行速度很快 而且是在低空飞行 就使得它们成为了瞄准美国海军航母的理想选择了 只要数量足够多 它们就可以压倒当时最先进的防空系统 成为美国航母的噩梦了 而美国海军自己呢 还没有任何一款能够在上足够多火力 飞足够远 在苏联的导弹和飞机离航母群太近之前 去拦截和摧毁他们的飞机 于是海军迫切的就感到 一架能够从航母起飞 完成以上任务的新的飞机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为什么说是新的飞机呢 因为其实空军有一架线程的 似乎是能够满足需求的 F111 远程重型多用途战斗机 带着可变后掠翼的它呢 可以飞出2.5马赫的最高速度 航程范围接近6000公里 能够带上14吨多的弹药 绝对啥啥都够了 但是唯一的问题 它太重了 根本就不可能在航母上飞起来和降下去嘛 开发商格鲁曼想要试着改一改 但却始终无法帮助它减肥成功 最终还是放弃了 干脆咱们把它的几个特殊本领 给继承过来 搬到一架全新设计的机身上算了 是的 这就是F14了 而继承过来的 不仅有那对最明显 最有特征的可变后掠翼 还有那两台专门为大载核 与高速度设计的TF30发动机 和招位从190公里外 就能锁定和干掉目标的 AWG-9X波段脉冲多普勒雷达系统 和AIM-54凤凰远程空空导弹了 它们每一项都非常先进 甚至可以说原超级所在的时代 但是就好像是硬币有两面一样 好与坏是跟你要干什么有关的 下面我们就一边说它有多牛逼 一边说它有多糟糕了 首先是可变后掠翼 它可以在20到68度之间自由变化 从而让F14在低速和高速下 都能够获得最佳的飞行性能 不得不承认当它完全后掠变得像是一个箭头时 真的是摔爆了 而且它也有效到爆 由于此时的机翼面积已经尽可能的缩小了 所以带来的阻力也变到了最小 高速性能得到极大的提升了 海军说我们要它飞到2.34马赫 格鲁曼的工程师说不 2.34太慢了 2.5怎么样呢 实际上要是F14能够一直服役到今天的话 连F22和F35都能被它甩出一大截呢 相比起其他固定的战斗机 它不仅有着更高的最高速度 还有着更好的燃油经济性 而当要从航母上起飞 或者降落到航母上时 机翼则又再次展开 扩大其表面积以提供更大的胜利 这样即使把10个挂载点 全部都挂满导弹成为当时最重的舰载机 也能够轻松起降了 更厉害的地方是 格鲁曼的工程师下定了决心 要让这个能够变化的机翼实现完全自动化 他们为其安装了一个系统 让它能够从外部传感器 收集空速数据 并对机翼的后略程度 进行实时的调整 把飞行员的精力解放出来 专注到更为重要的任务当中 好嘛 先进到不行 对不对 但与之花上等号的 就是复杂 沉重 昂贵 和远超其他飞机的维护需求了 怎么更远超法呢 根据海军的估计 熊猫每在空中飞行一个小时 就需要另外30到60个小时的维护才行 如果说这样的高昂开销 在那个假想题苏联还存在的时候 是比必须的投入的话 那么在1991年之后 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可变后略意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虽然其位置的调整是快速和自动的 但和熊猫一起训练的F15 F16的飞行员 很快就报告出 他们似乎发现了F14身上的一个重要的bug 那就是记忆位置的变化有助于他们快速评估F14正在 以及即将要进行怎样的机动 这等于就是拳击赛场上 你提前向对手释放出出拳的信号一样 不是很容易就被对方给拿捏的死死的了吗 这个隐患不可谓不严重 好 虽然它厉害的可变后略意 再来说说它厉害的发动机 熊猫很重 还要飞得很快 那当然是要装上厉害的发动机了 因此单台最高推力达到了25100磅的普惠TF30 就毫无争议的被装了上去 它的确很强大 但是却过于强大了 强大到只剩下强大了 推重的它没问题 因此放在轰炸机上非常合适 但推灵活的它就有点喘不上气了 当遇上飞机在进行大引脚机动时 这在空战当中相当常见 它就很容易出现压气机的失速和喘震 结果导致飞机失去动力 诶 它不是有两台发动机吗 失去一台至少还有另外一台嘛 相信我 就连阿汤哥也宁愿希望两台一起丢掉的 为了提供更大的胜利和更多的武器运载空间 准确说是单枚就中约半吨的凤凰导弹 它把两台发动机隔着特别远来安放 这就意味着 要是失去其中一台的动力 另外一台将把飞机推向无法恢复的平旋状态 几乎注定就是坠毁了 于是F-14才被称为一架有两块垃圾驱动的漂亮飞机 TF-30的问题导致了40架F-14的损失 当然也导致了海军一直就要想把它给换掉 换成后来的通用电器F-110 但实际上一直到最后 由于预算的问题 还是有大约三分之二的熊猫 在还没有来得及做心脏手术之前 就被退役报废了 说到这儿呢 有个题外话 至少这个能让美国人得到一些安慰 因为他们当初出口给伊朗的F-14上面装着的 还是原来这款不怎么靠谱的TF-30发动机了 所以在肠子都毁清了之后呢 他们一定非常希望伊朗的F-14发动机最好都挂掉算了 这也同样解释了为什么F-14的退役生涯如此悲惨了 几乎一架不剩全部都销毁掉了 那就是美国人很怕背剑被伊朗给搞了回去嘛 哎好 还是说回到飞机本身啊 既可变后掠翼和发动机之后 还有啥是既厉害又糟糕的呢 哎 就是它了 AM-54凤凰空对空导弹 以及与职配套的AWG-9雷达系统 两者都很厉害啊 AG-W-9雷达可以在190公里以外 识别和跟踪多达6个目标 当挂满6枚凤凰导弹时 F-14可以在38秒之内部署完所有武器 干掉6架不同方位的飞机 它在当时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空对空武器 但是它又不是一枚真正的能够打飞机的武器 而是一枚只能打少数飞机的武器了 长4米直径38厘米的凤凰导弹 虽然最大射程能够达到200公里 但其实只有前24公里是有动力的 剩下的路程靠的都是惯性了 于是这种打法呢 只适合对付那些大型的 移动缓慢的 由螺旋桨驱动的轰炸机了 你看目标指向就非常明确了嘛 就是苏联的轰炸机 而对于速度更快更加灵活的战斗机 它几乎就啥作用都没了 覆盖如此长的距离呢 只会给敌方战斗机提供太多的机会 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已经被盯上了 并且采取足够有效的躲避行动 这是有实战案例的啊 1999年的1月份呢 两架F-14分别向两架伊拉克的米格-25 发射了一枚凤凰导弹 但均未命中 同年晚些时候 另一架F-14像一架米格-23也发射了凤凰 但再次失手 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一架F-14 用其携带的凤凰导弹 记录过任何的敌机 这难免就有些尴尬了 因为就像我们说 油猪是围绕着机炮造出来的飞机一样 F-14嘛 其实也是一架围绕着凤凰导弹造出来的飞机 但人家油猪的战绩 算了 啥也不说了 所以苏联解体也间接解体了F-14 它很快就成为了一架没有战场的飞机了 加上又超级的贵 贵到要是换成今天的美元来计算的话 就连F-35的价格都是真香的 那还有什么继续维持下去的理由呢 它的确是很优秀 但是呢 它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了 好